历史12天的中国第12届人大第四次会议16号在北京落下帷幕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审查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纲要 在人大会议结束的记者会上 李克强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希望和困难并存 但从底盘和大势来看希望大于困难 同时李克强也承认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小幅的短期的波动 同时李克强誓言如果经济运行划出了合理的区间 中国政府有创新宏观调控的手段来稳定中国经济的运行 不过李克强并没有对这种创新宏观调控的手段做详细的说明 前不久香港五名书商相继失踪 后来他们又现身在中国大陆引起外界对内地公安越境执法 可能践踏一国两制基本原则的质疑 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承诺一国两制的原则不会改变 香港会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中央政府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没有也不会改变 而且我们相信特区政府有能力 香港民众有智慧处理香港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和局面 台湾坚持独立的民进党在一月份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中大获全胜 当选总统蔡英文以维持现状的战略模糊来定位她的两岸政策 中共总理特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似乎对即将执政的蔡英文政府释出善意 但在九二共识的原则问题上却丝毫不让步 只要遵循这一政治原则共识 大家都认同属于一个中国 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好谈 我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我们之间的血脉是分不开的 比克强说 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会造福两岸民众改善民生 他表示大陆方面还会继续推出有利于两岸经贸的举措 美国GVA时新闻报道